佛他还会转弯 那么观世应菩萨 还会自己转弯 跑到左边的时候还会转这边 好像车子在晒车一样 那么观世应菩萨 那么观世应菩萨 我说要转弯就这样洗一下 他转右边的 那么观世应菩萨 那么观世应菩萨 就转着身体转就好 他合掌他也把他转一边 真的哦 他自己还会边 那打佛气的时候 教他们不要讲话 然后他们两个婆婆要讲话 他就去把他挂着鲸鱼 他不晓得那个是不可以讲话的 他挂起来就两个开始拼命讲 就在外面开始变得没有讲 上面还挂鲸鱼 没办法 他又不认识 他以为挂那个牌子是可以讲话的 因为年岁太大了 稍微原谅一下 年岁太大了 看不懂中文 人家写静语 所以他们两个讲话 每次都拿到两个牌子 挂起来开始 追走并开心的共 就是婆婆年岁太大 所以就讲到这个插手 合掌或者是金刚合掌 左右手指交叉 表示理智不二 身夫不二 又中途的如理之插手 又成为拱手 拱手是这样子的 拱手是这样子的 是吧 此处不是拱手 作为拱手是这样子的 这里是金刚合掌 是这样子的 知道吧 这样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金刚合掌 插手 现以原心 云所沾阳 原心就是第六四心 云就是事 就是信也 沾就是事也 阳就是阳目 此言 我现在是以能源的第六四心 来听法 此心实在是 我一向所沾阳 沾一阳目的 诸位 一切的哲学家 科学家 一切什么专业学家 没有办法离开这六四 妄心 都没办法 只有佛法 超越 还不是第六意识 超越第七意识 的执着 超越第八意识的 维系的妄动 都超越 所以成就一尊佛 其实是很难 无量无边众生 才能成就 罪上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佛值得我们赞叹 顶礼 仰慕 效法 佛陀的精神 为什么佛陀 值得我们如此的赞叹 顶礼 他就是 冷能所不能冷 行冷所不能行 这不是世间人 有办法做得到的 是不是 图获此心 因为悟得此心 纯是仰仗佛 去开示 以及加持 自己所用之力 很少 所以说图获 未敢认为 本源心地 成上 虽然 虽图然 获得此心 但还是不敢 贸然地认为 这是我的 本源心地 阿难至此 仍是畏物 还是在 执起 第六世 以为心性 一贯 阿难 由于成佛 这慈悲 就把 颠倒之见 深刻信悔 垂泪 哭泣 插手 合掌 而白佛言 说我 所以成佛 如是妙音 开示 而悟到了 本庙 本明之心 原所圆满 原本就是圆满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迈向生命的圆满 所以因为我们心灵无明 有缺陷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要迈向生命真正的圆满 圆满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学佛 拯救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要学佛 解脱我们 自己 给自己一个解脱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学佛 不学佛 你看要依靠什么过日子呢 且是不动不灭 不是常住心地 虽然如此 然而我想我之所以能误解 佛现今说法之音 实在是现前以我 能原力之心去分别 才能文法领悟 所以这个原心 云成就是相信 一直是我所沾一仰赖者 我虽然未敢认为 此即是我的本源心地 为愿佛爱民于我 更宣誓圆满法音 亦拔出我这一根 令我归以无上道 所以习佛是生生世世的 是久远即来的 不是今生今世的事情 全论 阿难 阿难在此 虽自说无聊 其实未无 他只是听得懂 如来所说语句的意思 但还没能把如来的话 跟他自己的心连在一起 也就是佛语是一回事 他的心是另外一回事 这两者之间没有交集 换句话说 就是他没有把佛 所说的道理应用 到他自己身上 更深一层而言 他没有用以佛语之智慧 来反观制造 只是理解其文字表面而已 虽故严格来说 他只是解 并没有悟 而且他的解 也不是圣解 就是书圣的圣 也不是书圣的见解 其实很悲哀 他的解 到此为止 还是错解 悟解而非正解 信解 而他却以这样的文字之间 自以为悟了 真是以解作物 末法时期 这种人非常多 行则一致深界之 懂一点皮毛说他开悟 又为什么说阿难此时之解 连信解都还够不上呢 因为他还在迷之其第六四心 其原因是他见那六四心 有很大的功用 因而认为他没有他不行 所以还舍不下 事故尚未能切实舍望 旧真 当下提取 经文 佛告阿难 奴等善以原心听法 此法亦原 非得法性 如人一首子夜世人 彼人因子 当应看月 若父官职以为月提 此人岂为王师月伦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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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善以原心听法 还是用那个生灭的 能原力的第六世心来听法 这个第六世心最主要是强调生灭 不是如来葬性 虽分别不做分别想 能自然的妙性天然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心 它最主要强调是生灭执着分别 最主要是强调这个 你还是用那个生灭执着分别的原力心 就是第六意识心来听法 那么就把不生不灭如来葬性 又变成生灭了 也就是妄想分别之心来听法 换一个角度说 也就是以自我本位 以自我主观意识来听 来判别所听之法 未能先放弃自我 放弃自己的我见 也就是所谓真正的挖空心思 所以师父在讲这部 《愣言经》的大前提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无论你以前跟哪一个上师 无论你以前跟哪一个法师 无论你以前听过哪一个宗派 无论你以前亲近过任何一个道场 通通要听《愣言经》以前 通通通要放下 要彻底放下 才能全盘地接受 《愣言经》的正确的思想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叫你放下生灭意识心 不可以存在 以前我那个师父怎么讲 我那个道场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另外一个上师是跟我怎么样教化 这些通通要叫你放下来 避免怎么样 那个卡在某一种之间角度里面 然后《愣言大法》进不去 师父的用心就是这个 然后以纯净之心来接受 《愣言经》来的大法 师父也是用心良苦 也就是叫你放下一千所有的之间 全盘地接受《愣言大法》 这此法一元非得法性 若是以原心来听法 这样所听到的法 也变成所原理之境 而有原理之气氛 不能得其法 只不生灭性 因为其来源是原理心 所以此法也染上了原理性 现在用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戴着太阳眼镜看世界 就是这样 戴着太阳眼镜看世界 就是这样子 我们戴着很深的墨镜 看这个世界都是暗的 如人以手指夜是人 如人以手指夜是人 这就是有名的指夜之指 手指的月亮 叫你看月亮 不是看手指 典故的粗粗 指是比喻如来的言教开示 月是比喻听法人的本心 这比人因直 当应看月 因就是由于随着随顺 当应就是应当 那个人就应顺着手 手指所指的方向 而去看月亮 比喻应顺着如来言教 所指的方向 而反求自信 反观自信 所以记得要在心性上下功夫 然后才能够了解语言 的空无自信 记得要这样 才抓到根本 在语言上下功夫 这只是一个方便 语言 语言就是要误误到你的心性 所以诸位 听完了三章十二步 不如一个放下的人 为什么 我现在放下 无所求 无所住 他就是佛 佛的心就是这样 不管你听多少经典 佛都通通要是 要叫你放下 我们现在 难够领悟到 这一层道理 用最急速的方法 就是彻底放下 就算其他经典 没有听到 你也懂得 佛的这一颗心 然后这解慢慢来 所以先学习这个 放下的功夫 而且放下的功夫 要做得彻底 要做得很彻底 若父观止以为液体 如果那个人 还是一直 只看着手指 以为那手指 就是月亮之体 407 此人其为 王氏月轮 亦王其子 其就是哪里 为就同为 子是 王就丧尸 这个人不仅是 丧尸了月轮 而不得见 并且也丧尸了 手指本身 因为将指作业 把指头当作业量 这手指已经变成 不是手指 另外一 另一 并且上市的 指这个动作的 一 指出去 就是要叫你看月亮 不是叫你看手指 也就是不解 持指之用意 持笔意 如来一切 法教 这一段 很是重要 如来一切 这个法教 就是指向你的本心 你看 所以为什么禅宗 大家 去那边 就是静静的 默默的 有一年的时候 再把你点破 一年要去做 就是心法 符法 就是心法 即为是导 我们找回 自心本性 若不顺着 法教 而观自心 而只停留在 法教上 以为 法教 就是心 以为 法教 就是如来 最终的意志 此人 不但 丧失 因可寻回的 本心 而且也丧失了 法教之本意 其为王子 义父不是 明之以暗 所以这个人 不但王思 旨的用意 而且还不能 识别明与暗 其心之暗 顿颠倒 克之一般 即以 直体 为 一明性 明暗 二性 无所了过 这诚上 也就是 他把手指 当作是 有明月之性 然而 月亮是 发光的 而手指 并不发光 所以此人 对于明 与暗 这两种性质 一点 都不能了知 连明暗 都 分不清楚 比如来之言教 只是深层 并非不生不灭 而自心本性 才是 有不生灭性 发光 不了辞责 其分不清 生灭性 以不生灭性 暗 与明 408 一贯 佛告 阿难 罗登 至今 善以 原力之 第六四心 再听法 如是 则此 所听到的 法 也成 然 有 原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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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 所不断 而 而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之体 则此人岂为王师所指的月轮而不得见 亦且王师其手指本身 何以故以手指所标指的 并非手指本身 实为明月之体故 此人岂为王师指示之本意 亦父不能识别光明至于黑暗 何以故即使他竟以手指的无名之体 作为月明之性 因为手指没有光 把手指当作是明月是不对的 所以他竟以手指的无名之体 作为月明之性 一个是暗一个是明 因此是对于明与暗恶性 所说法因唯如心者 此心至因离分别因有分别性 譬如有刻 既数旅庭 站直便去 终不常住 而掌庭人都无所去 名为庭主 此亦如是 若真如心 则无所去 云和离身 无分别性 实则起为身分别性 分别我容 离诸色相 无分别性 若是乃至分别多五 非色 非空 巨色离 等魅为明地 离诸法源 无分别性 则如心性 各有所还 因何为主 注释 如果以分别 我说法因 为如心者 所以如果你以能分别 我说法的因身之心 当作是你的真心的话 就变成生灭了 此心 至因离分别因 有分别性 这就是离尘 有自体性的意思 离开这个外尘 有自体性的意思 就是说 不管佛说法 不说法 它都是一直存在 无关于尘 无关于根 此心 自因离分别 因有分别性 这个心 自然应该 在即使离开 所分别的因身之时 因身显现 它可以作用 因身不显现 它也做得了主 它还是存在 人自有能分别之体性 因为 为什么有 如来葬行 为什么有能分别之体性 因为它能作用 要不然怎么奇妙用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 六成做佛事 就是奇妙用 而 仍然有能分别的体性 就是它能奇妙用 就强调这句话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离成有自体性 410 譬如有 克 祭树里田 站直 便去 中不常住 克 是比六四忘心 里克 住树 站住便去 比六四忘心 原成而起 成面 四一面 念念不住 这道理很简单 实则起为 身分别心 实就是此 指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岂止现于 原生 而有分别之心 是如此 意思是说 不是真心 它是离成 无自体性的 忘事 是因为生而起的 生起意识起 生灭意识心 那个陷情的 那个意识心 就没有了 无量即来 就是 熏习而成 变成一股习气 变成种子 变成种子 这离成 无自体性 分别我容 离诸色相 无分别性 容就是容貌 甚至连因 分别我的容貌 你看到 如来三十二相 那个庄严 就是你看到的 那个心 比心若离色相 就没有分别之体性 一样 也是一样 并非真心 连看到佛三十二相 的那个心 都不是真心 而是阴成 乃是有的忘心 还是忘心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 三十二相见如来 所以看到如来 三十二相 佛陀告诉我们 你见到的这个相 还是假相 所以求法者 当找真心 不可以用忘心 这个是真正 习父道的人 一定要找到真心 真心就是放下 随随不动那一刻心 哎 如是乃至分别 都无 非色非空 乃至就是超列 相 未处等诸臣 这就是前面的 众命一切 见闻 皆知 内守悠闲 尤为法尘 分别隐士 这句话 统归 一句话 就说 就算你六根 不去攀岩外境 你内心里面 留下的那些影像 动念 就是法尘 分别隐士 意识形态 观念 就算你言而弼生生 不必去 不要去攀岩外境 留下来的那些影像 还自己在执着 重点 重复 能言 能说 还是不断 烦恼 还是不能停止 这是外道 或者二圣境界 此言 甚至于你即使 都离去攀 相畏处 或者是压付一切 见闻皆知 而令一切 能分别之性 都没有了 而达到一种 相当极尽的境界 这个境界 好像非色 非空 既非同 色界的四传定 又非同 无色界的四空定 因为这个境界 虽然很微妙 但很暧昧不定 而且只是定中 独特的分别隐士 所以 参常知识 到此境界 很难不被他所悟 认为自己 已到了 灭射 或者是灭受想 等圣境了 乃至 以为自己 已达到涅槃 或者是开悟 或者入法界 以万物明和 或者是 作脱身心 等等误认 不宜而足 因而 反尘模式 如本经 五十一摩章中 所详述的 所以记得 再大的境界 都不能执着 你只要牢牢记住 这句话 再高深的定 再高深的 休想 都不能动一个念头 说 我很有修行 你这样修就对 我所住就对 修设里等 魅为明帝 修设里 意为牛色 外道六十之一 明帝 就是明出主地 大致多人 外道通立 能观八万节 八万节外 闽南不知 因为八万节以外 他们就看不清楚了 而只见一片闽南 明则暗色 模糊也 所以称这一片 闽南为明出 而说 这就是天地 出造之时 这有点类似老子的混沌 儒家一经 也有类似 混沌初开的说法 而称之为无极 必言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积设里外道 亦将此混沌的明地 称为是天造 地设之初 就是明出之主地 主要之理 或者主要之法 这明出 朦朦朦朦朦的主地 其实 是他自己能力不够 看不清楚 实相 并非如此 他们又称之为 似性 而说 世间一切众生 从开天辟地以来 就具有此性 所以此明蒙之性 便是世间之性 所以称为世性 故称为世性 有更重要的是 他们说 这明出之主地 就是世性 就是生出一切众生的本源 一切众生 皆从此明地生 这个很像儒家的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万物 两仪 就是阴阳 各有所还 还就是去 就是灭 去就是对来讲的 是诸臣若灭 灭是对生讲的 世心 也皆各灭去 世心各皆灭去 如果是本性 就没有灭了 它一直存在 一观 佛告阿难 若你已能分别 我说法因 因身之心 为如之真心者 则此心 自应离 其所分别的因身 而仍自有能分别之体性 真心 因离 离成有之体性 这譬如有旅客六十心 技术里停 原成与心分别 战直变弃 就是沉灭 是异灭 终不常住 是非恒常 因为它是生灭 而掌庭人 就是常住真心 都无所弃 就是真心是不灭 不动 不失的 如是方德名为庭主 此时的情况 亦如是 若分别法因者 名为阿 若分别法因者 为真如心 则因无所去 常住不灭 因何它却离因身 即无能分别之自性呢 失离 则岂为是原生成 而有分别之心为难 就是连能分别我 如来的三色相 容貌之心 也是因相而有 只要因相而有的 生命意识心 执作心 就是妄想 并非常住 若比心 离之所分别的色相 并无能分别之自体性 就是做不了主 意思就是 被牵着鼻子走了 情绪做不了主 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执着无法停止 就是意识心 分别无法停止 就是意识心 情绪无法控制 就是意识心 若是之理乃 自可应用于修行人 当他们习离时 即使因离一切 色相未处等六成 而另一切 分别之性 好像都无 而达到一种 相当激进的境界 这个境界 既非如色界之四禅定 又非如色界之四空定 而既色离等外道六师 于此却迷媚 以为 真的是世间明出之真谛 就是从这个开始 更说比明地 为能生万法之因 然而此境界 实在是若 离诸法尘之源 即无能分别之体性 就是离诚无知体性 故非一切 众生之声音 如此看来 这如原尘分别之诸世心 之性 沉入面的时候 意识各有所华面 这意思是 意识心是戒重相 所产生的 借重相所产生的 喜怒哀乐 喜就像 怀疑那个假象 这个喜 无自信 怒 这个像 因为这个像 而怒 这个怒 怀疑这个假象 那个怒 也空无自信 所以喜怒哀乐 其实都空无自信 修行 修行佛道的 内心 充满着法的喜悦 这个喜悦就是从内心 就像 涌前这样涌出来 你就找对了 沉入面时 一切各有所还面 如此的话 银河说他 为常主不动之主 这一段就是 意识心是扣 意识心是来如来 承信做客的 千万不能一直 使之不放 再讲贴切一点的 生灭执着的意识心 是来如来 承信做客的 如来承信是主人 是没有执着的 生灭意识的分别心 是来如来承信做客的 他不是主人 不要搞错了 所以大地要用平 修行佛道 要用平等心 修行佛道 要用不颠倒 不起颠倒剑 那么了解说 什么是来如来承信做客的 记得 客生命无常停不住的 所以你要修行 要去发现那个主人 就不受任何的影响 不受任何的影响 前论 完全在定 可是那个 定中独头意识 外道的定中独头意识 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鱼也被冷冻 鱼也被冷冻 这个解冻以后 这只鱼还是活的 意识心暂时被冷冻 就是类似定中独头意识 外道已经很不简单了 在一放 它又活跃起来 此则为第六四的细相 此二种六四心 虽有出息之别 然皆同属于原心 原心最重要就是能原心 如果加一个能 那更清楚了 能言之心 就是能所不断 那有能言之心 就有所原之境 就是能所不断 能所不断 就是烦恼不断 烦恼不断就是生死不了 皆是生死之根本 否在此特地引外道的细心 以对显 就是衬托出阿难的 出分别之原心 意思就是连外道 那样维系习子的心 都还不是真心本性 都还是第六原力之心 只你刚才说你所悟的 怎么可能是本原心地呢 好 我们呢 十点三分 留一点体力 明天再讲 我们讲到了四百一十四页 明天从四百一十四页 开始讲 好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林吾朗寺 萧斋在座诸位法师 作为护法基石大德 回向本讲堂萧斋点灯 以及亡灵牌位拔渡者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谷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土宗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明天呢 还继续上课 下课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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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页 经文 阿难言 若我心性各有所还 这如来说妙明圆心 云和无缓 为垂哀民为我宣说 佛告阿难 且如见我见经明远 此见虽非妙经明心 如第二月 非是夜言 挪应地观 挪应地听 今当事如无所还地 注释 且如见我见经明远 且你现前见我之时 此见就是第八世 今经的妙明本原体上 所现的 此见虽非妙经明心 此见虽然非纯真 本原本原心地的妙经明心 直接所现 也就是说 不是本性的限量境界 作为这个限量境界 必须要签正 必须要签正才有办法 限量境界 如果前面加两个字 就更清楚 就是唯心限量境界 也就是一切法 不离心性 万法从心性 引现出来的 有了正量 他们了解 心体上 刹那之间的生灭 不可得 生灭之下 就是空 就是不生不灭的体性 证得了这个限量境界以后 所有的法 都是妙用 六根六成六四 这个时候的四 就是如来葬性 四性不二 那个时候 所有的法都是妙用 无一法不是真如 真如能一体启用 能色用归体 能体用一如 也就是 除去执着分别和颠倒见 的那个原始状态 无量的 慈悲喜舍 无量的 清净本然的妙心 就会显露 这个叫做 限量境界 那现在呢 不是本性的限量境界 因为 是从 原外成的 五句意识 分别而来的 如第二月 非是夜言 正如一言 所见的第二月 这眼睛啊 有毛病 就看到了第二月 就像我们心体 期望 见到的世界 就不一样 非是真悦的 形眼 而是一眼的 虚妄之见 此意之见 虽是望见 但其见 还是从 本有能见之性 而来 只不过是 此能见之性 受了一眼的 遮掌 扭曲 故 所见 变成 不完全 真实 虽然见 不真实 但是从这个 非真实之见 的事实来看 我们就知道 它是从 从真实之见 而来 因此 此见 乃是 望中 有真 望中有真 所以这句话 这句是 很勉强的名词 很勉强的名词 是为了解说方便 这句话 并不到地 真正究竟处 即望就是真 要有这种功夫 为什么即望就是真 因为望本身就是空 不可得 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个基础来说 师父啊 我对这个佛法 觉得太深了 太难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再跟他讲 就这没有办法的时候 这一念 就记住 有办法 就在这个时刻 他你会不会用 望中有真 又持见虽望 但不论 不论是真见 或者是望见 两者都是见 无所还地 就是无生灭地 一观 阿那言 若我此原成 而有的世心之性 皆各有所还灭 这如来所说的 妙明原心 因何会无还呢 这二则 为何会有如此之不同 为此哀明为我先说 佛告阿难 且如现前见我之时 此见即是第八世 见经之妙明 本颜体上所现的 为代望之见 诸位这个代望之见 能理解吗 这个意思就是 看什么 就掺杀无量节来 自己的执着意见 也就是很多意见的人 他的无名就越强 无量节来代望之见 是没办法克制的 看什么他就能锁不断 看什么一定会夹杂 自己的看法 观念 引起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就是看什么 找什么 看什么 分辨什么 看什么 一定加上观念 同时有强大的我见 致死没办法改变了 这个叫做代望之见 也就是头上鞍头 真心显露不出来 就看什么 总会有自己的意见 也就是这样 所以意见越多 这个人的障碍 它就会越大 在这个团体里面 他老是有很多的看法 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团体 五六个人讲好了 他这个意见就最多 这个团体他就讲好了 经过了专家评估 他的意见就会特别多 所以意见特别多 他的烦恼就重 所以人之间 就是起冲突 就是代望之见 夫妻为什么会争吵不休 就是因为代望之见 好朋友为什么 一句话说错了 可以怒目相似 反目成宠 就是代望之见 兄弟姊妹 也是代望之见 种族跟种族就是代望之见 共业之见 再来国界国家战争 战争 他就算